欧巴马健保在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之后 在2013年12月23日之前投保的民众 已经有人拿到了健保卡了 可是这张健保卡究竟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保险业者说现在仍然是问题多多 这就是新出炉的欧巴马健保的健保卡 和过往一般的健保卡很相似 只是右上角多了Covered California的标志 很多民众现在已经拿到了这张健保卡 可是好不好用呢 健保业者说问题多多 你如果是被处理错误的 你不是唯一的 你可能是百分之百中的那一个 真的是已经完全都拿到保险卡了 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些问题中 以购买PPO健保计划的民众 错误率最高 很多人都用了PPO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看到哪一位 我们的客户真的拿到PPO的保单 所以现在有收到保险卡的 通通是EPO 那EPO在南加州根本没有这个plan 那么碰到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张国新提醒大家 还是先把保费缴了再说 你今天哪怕你收到的错误的保险卡 错误的资金 所有的是错的 没有关系 还是先付钱 先把保险费付了 因为你把保险费付完了以后 之后可以跟保险公司再来argue 再来调整 除此之外 现在最混乱的情况 就是医生诊所或是检验所的电脑系统 查不到您新投保的资料 接下来最令人头大的 就是加州健保交易平台 Covered California 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互踢皮球 让民众不知道该找谁解决 而且打电话去 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才会有人接听 更是令人大呼受不了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民众该如何自处 张国新的建议之一是 过去如果说有保险 请你现在不要把那个保险给断掉 如果说你现在的保险 可以延到二月 或者延到三月的 千万在你的新的保险卡 没收到之前 不要去断前面的保险 等到前面的保险 这边的保险都已生效了 再去断前面的保险 这是最安全的方法 此外如果您所服务的公司 提供的健康保险中 也允许您的家属加保的话 张国新提醒说 现在有法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家属是不符合得到 欧巴马健保补助的资格 就算先买了明年报税时 所得到的补助 也必须全部缴回